亿万富翁似乎都有着一个太空梦 维珍集团创办人布兰森早前遨游太空边缘之后 如今轮到了世界首富亚马逊间蓝色起源创办人贝佐斯游览太空 这次短暂的四分钟零重力之旅 除了有贝佐斯和他的弟弟马克之外 翱翔太空一趟的另外两个人 也成为了前进太空最年长和最年轻的人 乘着蓝色起源研发的新谢珀德号火箭冲上天际 世界首富贝佐斯终于圆了他儿时的太空梦 完全自动化操作的新谢珀德号从美国的周升空 一度抵达距离地球表面106公里的高空 这也超过了被认为是太空边缘高度的卡门线 在太空体验大约四分钟的零重力状态 随即透过降落伞返回地表 太空舱安全在沙漠中软着陆 贝佐斯完成了首次太空之旅直言太过瘾 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想再来一次 会不会再来一次? 是否会不会再来一次? 是否会不会再来一次? Let's go On to how it felt Oh my god My expectations were high And they were dramatically exceeded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a little bit In the car ride on the way back And I don't know The zero-g piece may have been one of the biggest surprises Because it felt so normal This ambience has been one of the be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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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贝佐斯 大家的关注也落在一同升空的乘客 当中有贝佐斯的弟弟马克·贝佐斯 82岁的前宇航训练生冯克 和18岁富豪孩子兼高中毕业生戴曼 当中冯克和戴曼分别成为进入太空最年长和最年轻的人 白发苍苍的冯克其实是贝佐斯邀请的荣誉贵宾 尽管他接受过宇航训练 但因为1960年代的美国政府思想封建 对女性涉足太空领域态度保留 结果逢克最终没能进入太空 至于18岁的戴曼则是由他付亲付费 临时顶替一名神秘乘客参与这次的太空之旅 尽管票价不明但不能赴约的神秘乘客 是以2800万美元或大约1.2亿令吉 高价买下这次的太空飞行机会 那票价那么贵到底人们要如何才能实现平均的太空之旅呢 贝佐斯说唯有将太空旅行变成像乘搭飞机一样 才能让人人都能升空 下宁请问多为夥则仇 所以每個人都更能夠適合 你必須要做的同樣 我們在商業航空運行程中 我們還不在... 我們已經差不多在 Barnstormer的程度 所以這些是乘船 他們飛到農業的地域 負責一個小的價錢 讓人們回到空間 幾分鐘 這就是我們正在做的 但你知道那Barnstorming的程度的程度嗎 是787元 儘管貝佐斯這次的壯舉 讓人人稱陷 但也引來不少人批評 與其大手筆完成他的個人夢想 不如把資金用於對抗氣候變化 或抗疫等用途 來得更加實際